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 这次的Travel for Coffee 我陆续到访了大阪 京都 东京 走访了不少当地咖啡烹焙的品牌和咖啡馆 既见到了老朋友 又结识了新朋友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着刚刚成立的咖啡品牌 Mumamu Coffee 走访交流 今天的视频是Travel for Coffee 日本站的第一期 我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京都 这座慢生活的旅游城式的咖啡无法 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状态 我是从上海 我只看到遇到了印尼的一家人 我就送了一些我们做的咖啡和一些周边给他们 他们还会说一点点中文蛮有意思 他们问我是从哪里的 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 然后我在上海有自己的一个咖啡品牌 我就把我的一些咖啡的东西送了他们一点 旅途中就开心就好嘛 对不对 到京都的话 我就在这边订了Airbnb的民宿 然后他进来了之后 你看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空间 你看这是一个小的床 这边是一个小的桌子 有一个装饰 然后这边基本上你看墙上什么呀 都是特别干净的这种 这是一个 哦 换被乳的地方 这是一个放衣服的地方对吧 对 洗脸刷牙的地方 我人站进来了之后基本上就动不了身了都 这个这么mini的小浴缸 人只能坐进去的 看卫生间的话就是也是刚好坐我一个人 是吧 你看像京都的这个地铁啊 就是它比大阪的好像还要贵一些 大阪的我印象中起步的是有18019的样子的 但是京都的这边的话它最低的票价 你看就是220 就是说你坐一站也是220 那这一站的话那相当于是10块钱人民币的样子了 对吧 京都这座城市非常安静 从10条一路向北走到2条 每一条小巷子里的小房子 店铺风景都很不一样 另外京都也非常适合骑自行车 租一辆自行车可以在小巷子里自在的穿梭 可惜到达当地的时间刚好也是本地的假期 这些小巷子里面我发现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店铺 都是关店休息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的几天基本上没有吃到当地的美食 哎呀我真的是来京都的这两天太饿了 因为这边吃饭的地方好像是因为这是假期吧 全都关掉了 你看京都给我的感觉 它好像是三面环山的 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一面呢它是山 这条路的镜头呢它也是山 到这边呢它也是山 所以说我感觉它应该是三面环山的 所以说我感觉它应该是三面环山的 但是这一面呢它看不到有山 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边有一个小朋友非常的可爱 所以呢我就给他拍了一个拍力特 哦 卡维 对 我们提供好咖啡水是goodman 哇 我喝了三杯我从深喝到浅 就是一直在续杯真的很厉害 我们到访的第一家咖啡店叫goodman roaster 只是听名字和看到店里的烘焙机 就说明这是一家非常典型的自烘焙的店铺 菜单是以一式咖啡为主 可以选择浅中深三种烘焙度的豆子 于是呢我就分别点了三种不同烘焙度的美式咖啡 从深依次喝到浅 三杯喝完之后店主感觉我不简单 一下子炫了三杯美食 于是就聊了起来 我才知道店主在台北也有开店 而且中文说的也贼溜 你是在哪学的中文 台湾的 然后你在那边有开低价店对吗 对 目前是两家店 哦 都在台北 都在台北的天幕北边 我也跟店主伊藤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 了解了一下他们咖啡店的基本情况 我开了快十年了 十年哦 十年了 哇 太厉害了 对不对 咖啡一样名字goodman roaster 啊 goodman roaster 之前东京的星巴格运动 哦 大概2006年开始了 嗯 所以咖啡的话我已经十五年 十五年 对 哇 对 星巴格 那你多大 我现在 这样问不礼貌 没有啦 不可以的 哈哈哈 那你们的 卖的最好的咖啡是什么 目前是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的客人那个欧美类 还是他们喜欢 Espresso之类的意思 嗯 嗯 但是我们台湾店 嗯 台湾店是手冲 就不一样 不一样 手冲咖啡 手冲 确实是 如果要去欧美的话 其实他们的门店 卖的也是像 cappuccino 对啊 对啊 这边是最 Americano 那像在你们这边的话 是点Americano的多 还是点Latte的多 就是 还是Latte 哦 Latte比较多 还是以牛奶咖啡为主的 真的 很多啊 那你平时喝什么咖啡 我一定黑咖啡 哦 你也是喝黑咖啡 我喜欢比较那个小村 嗯 那我们其实差不多的 我也是一颗黑咖啡为主 但是我喝Espresso的 陪咖啡为主 嗯 手冲 不多 手冲 可能下午会喝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哈哈哈 因为 因为你手冲 喜欢前焙嘛 like those 对 手冲咖啡的话 基本上都是喝前红焙的 很棒 Espresso的话呢 是 我上午会喝深红焙的 下午会喝前红焙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就是个人的旗号 很棒 你是白天的这个 上午和下午喝一样的咖啡 不一样的 多多前辈的手冲 比较喜欢 因为我红豆子 嗯 对 应该是红豆子 大家喜欢自己的手冲咖啡 嗯 对 你们没有做 呃 You know the signature coffee 啊 mooch 咖啡 drink 对 mooch 我们没有 signature drink 嗯 只有 tonic espresso 嗯 嗯 只有这个 是因为 没有需求吗 这边是没有人 会点着喝吗 嗯 嗯 还是我的概念 嗯 没有那么会 嗯 咖啡加东西 嗯 但是客人们心房 我知道 但是我的概念 没有那么多 你想要就是表达你们店的这个定位 就是在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 你们店是我来到京都的最喜欢的一家店 哈哈哈哈 老板 好开心哦 真的 你们的咖啡师 热情 而且还专业 所以说就是会让客人会觉得很舒服 嗯 真的 这也说明你的经营的理念很好 没有 有这样的老板才有这样的咖啡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Level比较高的 比普通的咖啡厅 嗯 好的好的 特别的感谢伊兔 感谢伊兔 感谢伊兔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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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充烈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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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南洛斯尔这个店 真的是在京都我遇到的一个惊喜 哇 好意外 真的好意外 小伙伴 你们有机会来京都的话 一定要来这个店哦 聊完之后我并没有去景点 就在京都穿插的各种小路随意的逛着 感受一下这个古城的节奏 我就会观察一下他们本地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 你看你看就比如这边这个 这一家他们就是一个小的神社一样的对吧 那边有人在接水 这是他们的一个本地的非常真实的生活状态 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就是一定 我要去某某景点某某景点之类的 What is called in Japanese? Japanese? Yeah, this Kanure Kanure Yeah in China we call 可露力 Is it similar? Kunuru Ka露力 It's similar right? Yes, it's similar Thank you Thank you 来喝一喝 小伙伴来到了山口唇一的店 叫Hear 来都来了那肯定要点一杯就是拉花的拿铁 我刚点完它立马就做出来了 真的是太快了 你看他们这个拉花做的好漂亮 嗯 嗯 我没在意喝了一大口 它这个牛奶打得好好烫啊 特别热 它这个温度奶温我估计至少打到70度了 你看它这边也是有一台烘焙机的对吧 烘焙机 八台 它这个拿铁做的特别香 真的特别特别香 它以前是Person Arabica的首席的咖啡师 然后呢 这是它自己创立的一个品牌 就在京都这边 店里边做的还是挺满的 对吧 你看那边 我就迅速点了一杯咖啡喝完了 喝完了之后呢 就准备离开了 这边的出品速度还是挺快的 就是Here这个店啊 可以过来坐一坐 哎呀 哎呀小伙伴真的太累了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累 我现在躺在这个京都的我住的这个民宿里边 我感觉我今天再多走一步 我的命都要没了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累 可能因为上年纪了吧 以前我在出去玩的时候 也是每天能走个两万步两万多一点的样子 但是这次来呢 我明显感觉就是走大概将近两万步的时候 就真的是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太累了 我就感觉两个腿啊 就是在每迈出去一步的时候 它都是极度在发力才能迈出去的这种感觉 可能因为我背的东西也比较多吧 我背的包 我背的包比较重 里边有的时候会买些咖啡豆呀什么都放里边 然后电脑相机拍力德这些东西 如果要是不负重这么多的话 我感觉还能走个两万多步 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哎呀让我谢谢吧 希望呢就是京都的那这期视频呢 你们能够喜欢 如果呢你们来京都的话呢也可以参考我的视频 出来走一走逛一逛 那这期节目就得指令好吧 哎呀真的是不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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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